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想到 马英九是真的要动他了 关说其实只是一个动手的借口 等到马英九连续两天亲自召开了记者会 话说的比一次一次的还要重 王金平这才惊觉 马英九这一次是真的要把他处理掉 但王金平也绝非是省油的灯 尽管马英九坏了他嫁女儿的心情 还要他马上回国说明 但王金平他谋定而后动 五天之后王金平他回来 有人说王金平他翻脸他要组第三势力 要罢免掉马英九 但这些揣测也未免太低估王金平了吧 首先我们来看资论记者陈志涵出蒙青 当天晚上在桃园机场的观察报道 桃园政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现在是9月10号的下午6点钟 你可以看到大批的媒体都守候在桃园机场的公墓门口 镜头对准了公墓门 大家都在等立法院长王金平回台 不是要来公助他家女儿 而是要来看这位老将要怎么样突破难关 桃园7点20分 王金平的班机即将抵抢 中外媒体老早就将公共门外的马路全站马 深远王金平的向心复劳 络绎不止声势好胆 大家希望不是我口号的 我们的内心永远支持王院长 王院长加油 万难见真情来接机的 有11名国民党的现任立委 另外包括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李德维 中央委员徐宏廷 也来寒冬送的 一个是连胜文的好友 一个是连胜文的重要幕僚 毫不避讳的马王撕破裂高调选边站 今天胜文有他的行程 所以他特别打电话请我 让我来代表他 这么样的一个不对称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非常的寂寥 王金平终于回来了 开始笑了 说话前 先和现场所有来迎接他的支持者 一个个握手拥抱 表达他内心的激动和感情 过去5天来 他遭遇了从政38年来最大的政治风暴 晚安 大家好 好 金平现在以严肃尊重的心情 宣读以下的声明 有传言 今晚王金平将会绝地大反共 正面迎战马英九 他的幕僚特地把立法院的发言台 运到了机场来 王金平他准备好了 全国上下秉袭一旦 本人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永夫 目的是要提醒依法 不要有难权上述的情形 没有要求不要上市 所以本人与曾部长及存检察长的通话 并非关说 从容不破 不卑不亢 王金平说出了事情 不退党 不辞职 不认罪 不抢免 在最险恶的立法院翻过了38个年头 王金平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他知道他要如何面对 这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场战役 特尊主在未有本人说明的情况下 片面认定事实 尽本人出国的期间 尽管本人 无法关说的行政不法事件 等同未审审判 根本违反程序正义 特尊主死死难权 金平也能明辨大势大非 捍卫民主法治的决心 更与马总统的决心同样的强烈 他的战略清楚 坚持口不服恶言 强调对党忠心 短短的声明 就把已经拉开的保险 眼看随时就要引爆的手段 丢还给了马总统 姜果然是老子辣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大戏 吴天前就从这场记者会 拉开了虚目 9月6号星期五一大早 特尊主发出了简讯 给司法检调记者 宣布上午10点钟 要召开司法重大封计事件的警察会 还连续发了三封 再三的提醒 切勿错误 我们发现法务部 曾永福部长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 陈首皇检察长 涉嫌接受立华院 王金平院长 立华委员 柯建民官说 而维华指示高检署 承办检察官 致该案无罪定院 他人组的记者会才刚结束 一个小时过后 曾永福立刻反击 力辨清白 但是各位报告 我绝对没有涉及 个案的干预 看过他们所做的新闻稿 所做的声明 感觉 我们的司法 会这样以罗智的方法陷害 甚至自家的人 感到 非常的不齿 罗智陷害 堂堂的法务部长 竟然说自己遭到司法迫害 何其讽刺的 一个上午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雍北他堵住了 但他还能够撑多久 君要成死 成能不死吗 江奎下午三点约见 雍北还是不肯下台 傍晚总统找江院长进步沟通 要求务必顾及民众感受 晚间七点二度约见 曾永福在9点47分宣布请辞 我没有任何的行政师夫 也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请辞 部长是不是将院长逼退 逼退讲得太重 我已经提出请辞辞了 那谁的意思我还不知道 曾永福就算再不甘心 也只能够含恨而去 被关说的法务部长倒台了 那关说人家的立法院长呢 媒体跑到立法院 熟了一整天 吐了个疯 有人放吐了风声 难道老王他畏罪落跑了吗 隔天的中场委选举 山羽玉蓝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心情非常沉动 在社会普遍质疑的情况下 曾部长已经没有办法 有效地执行他 访务部长的职务 我也特别希望立法院王院长 能在国外能够尽快地回国 来对外说明 他是一个整个精心设计过的一个 政治追杀 他是逾越了他的一个 国会议长的一个身份 这是确定的 可是这样子的行为 值不值得总统用这么大的分量 这么样的强度来对付他 王金平早上飞机一起飞 特征组织的船简训 连船三通 叫大家切勿错过 一定要来 为什么 因为要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国会议长有多么的窝措 这个时间王金平的飞机 四个半小时没有落地 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事发超过36个小时 外界这才知道 原来王金平不是畏罪潜逃 人家是去马来西亚办喜事嫁女儿 而且还是在马来西亚偏远的小岛 马英九要他尽快地回国说明 这不但是强人所难 而且根本就是不尽人情 跑出国去了 赶快回来 既是命令也是喊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整个社会的氛围压力 会压在王金平的身上 但是这个时候 在礼拜六中午才传出 原来他是嫁女儿 这个嫁女儿家族一出来之后 整个社会的风景都转向了 王金平知道马总统在找他 但他实在不可能 在女儿人生重大时刻 抛下了家人 于是他打了电话给马总统 亲自地解释清楚 他以为马总统应该能够理解 经过三天的思考 我决定发表这份沉痛的声明 这是侵犯司法独立 最严重的一件事 也是台湾民主法制发展 最耻辱的一天 我第一次真的被马英九给吓到 他这个人竟然可以 这么样的赤裸裸 我本来判断我觉得马英九 我可能开记者会要澄清说 我没有要逗他 我只是就事论事 依法办法这样子 没想到出来竟然是说 王金平打电话给我 王金平打给我 跨海澄清喔 他就等于把他速度 媒体让大家都叫王金平打电话 来跟他求饶 这件事情没有或虚拟的空间 将是民主政治非常严重的持续 全体台湾人民必须选择 我们要沉默以对 继续容忍这样的行为 还是要站出来勇敢地说 我们站在拒绝 关缩司法文化的一方 马英九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沉痛 有一种大义灭清的无奈和苦楚 他以为全国人民会和他站在同一阵线 他做人真的好 他要跟他们看一个人有桌不桌 也要拥过拼路 这都没有 让我们讲话的机会 揭想措辞强硬的记者会 是戈袍断语的最后一刀 谁知道河天媒体追查中发现 原来总统的震惊是假的 快刀斩乱马也是假的 早在王金平要出国前的一个星期 检察总长黄世民早就带着监听议文 叶芬总统官邸 8月31号你都已经知道了 9月6号事件曝光的时候 马总统的第一个新闻稿 居然是震惊痛心 那痛心就不用说了 那震惊呢 你就已经知道一个礼拜了 你怎么会震惊呢 你有必要这么狠吗 有这么不尽人情 你明明都知道他出国 那你跳到出国的时候开记者会 然后你跳到嫁女儿当天 讲这么难听的话 人家在亲家面前要不要做人 怎么会做到这么绝 我想就是为什么这样 这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意外 所以感觉出来马英九一定是真的很急 因为立法院真的要开议 他非得处理不退 他找到了这个小辫子 然后把这个无限上钢扩大之后 一次要消掉王金平 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下手这么重的一个政治追杀 这真是台湾人群最黑暗的一天 苏贞昌说如果这不是政治斗争 那什么才是政治斗争呢 斧凿太深了 如果特征组六月就监听到了官说证据 那为什么要等到柯建民无罪定业 眼睁睁的让他官说成功 那等到两个多月之后才向总统报告呢 黄世民的这场记者会 他一共说了五次司法史上最大官说丑闻 他就怕人民没有听清楚 连总统马英九他也在跳针 是台湾民主法制发展 最耻辱的一天 最耻辱的一天 最高级是马总统定得掉 因为只有把王金平说得罪无可换 天理难容 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斗垮王金平 要回立法院 之前包括像地制法的修正 公投法的修正 还有甚至近一点的美牛 都是怎么样的情况 民进党立委是不是去霸占主席台 因为他们人数少 他们如果让国民党去投票 绝对输 所以他们就用霸占主席台的方式 当时很多国民党立委就说 王院长你为什么不动用警察权 把这些民进党立委赶走 我们就来投票嘛 要恢复意识 但是王金平坚持他不用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逼到最后关头大家妥协 你要一块我要一块 那最后出来的结果 都不是原来马英九要的 他现在就是要贯彻他自己的这个旨意 他就是要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再拖下去 9月17号立法院就开议了 马英九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 王金平在立法院 两次零实惠 一个两岸互设办支出退不过 服贸协议逐条审查 他也没办法影响 他没有办法再让这个 立法院长继续领导这个国会 所以他要换红袖都上来 所以他必须要在一个礼拜之内 把这件事情解决 政治斗争就是要赶尽杀局 就是要断了你所有的后路 好让你告老还乡 王金平他 是有可能会参选2016的总统的 他有可能会跟本土派的朱立伦 或者是其他的对象来结合 借此机会 让他没有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可能 9月8号 总统的记者会上 看到了副总统吴敦义 行政院长江一华 一人坐一边 两位都是未来问鼎大卫的可能人选 马英九究竟是帮谁搬走了 王金平这块大石头 马英九他会不会遭到弄成的蒙骗呢 我们也希望 这个总统也能够根据事实 多加了解 那不要受到特尊主 各方面不实资料的一个蒙骗 王金平祭出了尊马的哀兵政策 没让沙虹眼的总统手下留情 靠机会召开的前一个小时 马总统亲自的再度的出手 拔掉王金平势在必行 英九非常的失望 完全不能接受王院长已经不试任立法院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做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 解除王院长不分区立委的资格 让王院长离开立法院 我们等于是默许司法中文 被继续的建议 小心啊 别人干什么 不要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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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那天马英九在考机会上面 说着说着眼光泛红 他竟然就哭了 真的是灰泪感津品 而最后国民党考机会 彻底的贯彻马主席的意志 最终没有意外 撤销了王金平他的党籍 连20天的胜负机会都不给他 王金平目前只能够委托律师提出假处分 希望能够暂时保住立委的资格 有记者问王金平 你被马英九追杀成这样子 你难道一点都不会埋怨吗 王金平竟然还淡淡的笑着说 怎么会呢 你怎么能够不佩服王金平这个人呢 有人说王金平他老模身帅 他不可能乖乖的挨打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反击的机会 但他还能够反击吗 毕竟我们说政治是一场讲求熟利的游戏 拔掉了立院龙头的王金平 你还能够有多少能耐呢 而社会舆论又会站在哪一边呢 尽管马总统一再地强调 他是为了维护司法尊严 尽管他也提到了过去王院长 给他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他尽管痛苦 他还是必须要做出处理 这就是典型的马英九 是王金平你自己做错的事情 不能怪我 相反的 如果台湾人民你们痛恨乖说文化 那么你们就应该肯定我才对 非常显然的这一点 马英九他是错固的形式 原来温良恭敬让的马英九 他也是宫廷斗争的大力高手 原来过去所谓的马王心结都是真的 继续接下来这则报道呢 我们就要把时间拉回到八年前 我们要来看看当年所谓的党主席之争 马英九和王金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我们准备要提出选举无效之数 选举无效 在其风苦语中 连正和宋楚瑜 深屏头一遭盘腿静坐抗争 不信真理患不悔 但抗争总有结束的一天 喊咖的不是别人 就是当年的台北市长 要向各位拜托 希望各位尽早能够结束这个活动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吴玉琛委员就提了 来一个抓一个 来两个抓一双 就说只要在总统府前面抗争的人 他就要用水一喷 就要驱赶 2004年4月10号下午7点10分 当马英九以市长的身份 下令驱赶 当墙里水柱冲散的群众 马英九太银选稿 永脚马要走自己的路 要不是两颗子弹的话 连颂应该是会当选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连颂如果2004年当选是第一任 是不是2008年他还要再选第二任 理论上政治的惯例来看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2008年他再当选第二任 等到真正终生大学上来接班 要等到什么时候 2012 马英九尽管在当年挟着首都市长的超高人 庆美临 看似所向披靡谁与争锋 但他并非是党主席的唯一选项 来 变长请 我们用最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立法院的大家长 王金平 王院长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党主席的改选 会造成党内部的分裂 或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相信由连先生聚系来参检的话 这些问题都可以想象得到 没有任何问题 选不选党主席 王金平始终尊敬地把连主席挂在嘴边 相较之下 马英九那一副选定了的样子 难免给外界逼宫的负面理想 他如果不选党主席 在市长卸任以后就是广感 那他2008年他没有任何的力道 去竞选党的那个候选人 因为连主席的意愿早就表达很清楚了 其实不是说连主席跟我聊而已 他在公开场上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所以他一直是这个态度 不论马英九怎么解释 但始终摆脱不了逼宫流言的纠缠 据说这话最后传到了连正的耳里 连主席很不满意马英九的动作评评 他主官的意愿 我想主席连任的意愿并不高 但是客观确实有很多人希望他继续连任 所以他要不要连任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主席他自己来做决定 这一天连主席终于回国了 马英九和王金平都到机场热力了街机 只见王金平紧紧挨在连战的身旁 两个人又握手又拥抱互动热络 尽管马英九没有得到连主席太多关爱的眼神 但是在民调数字方面 马英九倒是一马领先 马英九他就是 当时他是个那种政治明星 你知道他走到哪里 随便在市场慢跑的都会 马英九 马英九 一对婆婆婆黏上去 绝对跟他现在人 到哪里被人家骂都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说 那时候国会的还是一个嘲笑也大 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在占多数 所以院长都还是王金平在做 所以如果你从政治实力来讲的话 王金平的地位应该是高于马英九 但是因为马英九本身 他的个人特质 他的魅力凌驾于切 不是被盛艺者 他是胜宇多 但是选举这种民调只是一种参考而已 那未来的时间空间的变化很大了 你们慢慢看一定有相当的变化 有句话说路遥之马力 慢慢看会有变化的 但王金平回到了他的故乡高雄路主 展现出了南霸天的地方实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这话应该是讲得很明白了 王金平挑战64岁生日的这一天 正式的对外宣布竞选党主席 改革才有未来 改革才有未来 壮大才有希望 壮大才有希望 这阵容有多壮大呢 看看现场包括了60位的现任立委 60位的卸任立委 充分展现出立法院长实力 党主席所承担的是无限的责任 而不是个人参选的机会 这话明白就是说给马英九听的 这场党主席之争 已经有点针锋相对的烟消味出来了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双方像拳击赛一样的对打 打得鼻青脸肿乃至于血肉磨骨 都是自己的同志 没有必要拳拳到肉刀刀见骨 但底下扛轿的人 要怎么弄怎么砍 主子可不一定管得住 我们有一些幕僚的做法 引起外界有些关心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出一些约束 本来就非常好 我从头到现在 跟马市长的谈话 当然都是比时间都很客气 六天都打 因为发现有什么状况 可能会造成误会 我赶快打电话 马王交手高来高去的 两个人都说是君子之争 在每个国民党的关键时刻 王金平绝不缺席 王金平的广告文案 暗奉马英九在联颂败选时 你人在哪里呢 马振颖随即展开了反省 言行一致 认同中华民国的人 才能让国民党演武 真正看黑金划清界限的人 才能让国民党演武 我是在感到非常困扰 因为选举嘛 就要凸显候选人自己的优点 当我凸显我优点的时候 都变成负面文宣了 那我怎么再做得下去呢 马英九说 这支广告是针对自己的 是吗 如果我们把这两支广告 连着一块播放呢 我一定让中国国民党赢 真正看黑金划清界限的人 才能让国民党赢 我一定让中国国民党赢 你都已经知道你可能会赢 那为什么在整个党主席 选举的过程当中 马英九阵营一再地把王金平 塑造成一个黑金形象 一直说他是代表黑金阵营 为了这件事情 王金平真的是完全无法 他完全无法谅解 所以他后来曾经也在公开场 对这件事情讲到 也是激动到一副气到快哭了 我有这个印象 就是他觉得很气 都是党内同志 你都可能明知道你会赢我 你又何必把我践踏到这种程度 我是你同志 我不是你的敌人 套用马总统今天的剧行 如果这样子不叫做负面选举 那什么才叫做负面选举呢 这支黑金广告 已经埋下了马王决裂的壁垒了 问题只是何时会爆呢 你要拥抱 不要了 不要了 胆子好 再过一次 是啊 要还是阿 王院党来敬大家 你们看过有这样的竞选吗 然后不觉得 假如选举以后 党不能团结 还要分裂的话 当选也是输家 但是假如党要会团结 更团结的话 若选也是赢家 两个都是赢家 看在伯公苦口婆心的面子上 马王两个人尽量地配合 演出表面上的和谐 终于挨到了黑盘这一天 结果是马依旧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我个人非常的惶恐 在八月底我就任之后 能够邀请王院长 担任我们国民党 继续担任我们国民党的副主席 因为国会这一部分 在目前国民党内 王院长所扮演的角色 没有人能够取代 因为对国民党员来说 丢掉政权是很惨痛的经验 那李登辉是当初大家认为 因为他丢掉了国民党的执政权 所以你说如果王金平当选 李登辉一般市会查 对国民党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真正的让王金平败选的原因 那个是第一 所以两个加起来 那王金平到今天也许只觉得 他说是黑金其实后面那个才是真的 没能顺利赢得党主席的选举 完全是起步太晚 努力不够所致 金平在此宣布 我将追随连主席 来当中国国民党的忠孙义公 王金平大概比较 真正温良公减量是王金平 他相对的比较薄的时候 比较累练一点 他反正乐于助人 你只要找他 为什么说 所以这两个一比较 他有一个和好比较 说你这个 马英九是没有朋友的 那王金平是没有敌人的 所以王金平一直用这种态度 他觉得 这样很多人会跟他和好互动 可能是要还人情 所以票就会交给他 其实到后来可以看得出来 类似的选举 其实省级情节非常严重 我自己是第二代的 可是我们看得出来 外省级通通集中了 就是给马英九 就是不愿意给一个台湾级的 王金平 加油 马英九在电视上 看见了王金平发表的败选感 立刻奔赴王金平的竞选感 院长你会担任副主席吗 院长 院长要担任副主席吗 面对记者的队位 王金平连给他护 匆匆的跳上了自车 而就这么强 马英九到了 坐在后座的王金平 他不可能没有看到马英九 院长要担任副主席吗 院长是 院长是 你知道照理说 盛雪人要去感谢一下 礼貌一下表示风度 王金平是上了车 照理说的话 以王金平的援绕 应该会下车来打招 王金平没有 没想到这出马王坏面 竟然会在开票结果出入没多久 就意外上现场一阵的混乱 王金平当初充满信心认为 7比3他会胜雪 开票出来那个结果是 72比28 那个感觉就是 全世界都遗弃了他 对马英九来说是胜者 你知道那个王子的姿态 成王败寇的那个态度出来 他当然就追上去跟他握手 那握手的时候 王金平会觉得你在羞辱 那个感觉 王金平显然不想和马英九说话 一句都不想 车子就这样子头也不回地开走 留下了一脸错愕 尴尬的马英九 自打圆场 他说他要回南部去 那我说没关系 我说我赶过来一下 那后来在电视上看到 院长开记者会 所以我赶快赶过来 可惜还是没有能够跟他见一面 马英九终究是如愿地 当上了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但他也付出了马王关系 破例了代价 选战结束 也是修补的开始 在他未来的总统之路上 少一个敌人 多一个朋友 马英九 他得要学会弯得下腰 你想我从13号开始 就不断地表示这个歉意 透过各种场合 有的是对媒体 有的是在公开场合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了 所以我想我还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向主要道歉我不知道 又不是向我在道歉 他要向我道歉 也要有一个理由 也要有一个目标 有黑金你就讲出来 没有黑金你要交代清楚 不要用这样影射的 我既然愿意道歉 难道我还在乎说 刻意不讲他的名字 怎么怎么讲五次六次七次 有什么意思呢 怎么算得那么清楚呢 算得清楚要干什么 不要不清不白的到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操作 这样很不好 看来王金平这股气 是得出国好好散个心呢 回国当天 马英九他展现出十足的诚意 想到机场的街机 不过他吃了一碗又一碗的秘书 一直打电话去 他的秘书是说 回来再约也可以 然后他说再联络 他就要我们跟他的随护联络 但是跟随护联络都没有开机 一直到刚才我们打的是这样 所以晚上我不会去了 热脸天冷地骨 马英九显得有些沮丧 不过到了晚上 事情突然出现了大转环 马英九特地把所有的卸跳行程都开开 他专程地赶到机场 终于换得了王金平一脸灿烂的笑容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总算可以稍稍地放下 就算只是神离冒合 也是一种复合 我今天是专程来欢迎王院长回国的 其他事情我想以后会有机会谈 第一副主席还是您会慎重考虑的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放心啦 所以说画面说明一些 用笑容 用笑容 笑容更重要 对对笑容就会感觉出一次 其实绝对没问题 黄金平和马英九 事实上一起处于一种 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 从2005年党主席之争 一直到2008年的总统大委之争 明明是两个人都不合 但为什么偏偏 就是有人要把他们肉麻送作堆呢 为什么分享不够 他们记者要求你们做交杯酒 干了这一杯交杯酒 马王就真的能够交杯又交心了吗 哪一位获得党的提名 就优先邀请对方来作为搭档 这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个人接受 而且同意 马王被情形这样决定对吗 当然不对的 谁提名一定要先去邀请人家 要不要那是对方的事 自己来做决定的 不是这样吗 2008年究竟是要马王配 还是王马配 始终搞不定 显然这酒喝的还不够多 这一回轮到连战作东 不醉不归 所有干杯我的酒比较少 他的酒比较多 不公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从他的杯子倒一点过来 那再平均一下 所以你的酒量比较好 他的酒量比较少 没有没有 两个我看呢 全让他比我好 酒精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崔华节 几杯黄汤下肚 谁都能够撑胸到底 更何况是同党同志呢 和平奋斗 团结努力 救台湾 国民党08年最好的一个排打 是什么样的排打 你马上就看到了 马上是多久 马上是满酒上的意思吗 当时满酒整个人已经完全喝梦了 不时高声吆喝 不时仅没弄眼 他的手汉王金平的手 那天晚上紧紧地想握 不过喝醉酒的人都知道 隔天醒过来的宿醉 让人头疼欲裂啊 这场选举的游戏规则 从一开始就已经为特定伦 良心定众 不可能是一场公平的竞争 金平目前仍在 请听基层的声音 寻找能让人民感动的力量 不会去民表参加党内的提前 我也会尽快地来 拜访我们立法院王院长 希望我们能够共组一个 胜选的团队 由他担任我的竞选伙伴 我们一起来争取这场选举的胜利 像党产的问题啦 你像拍一条款 两边很多理念大概 好像都没有太一致 那这样怎么样来配呢 所以再Micke 我相信度是别离开 跟蹺堂伤 увидеть 就是顺 Guten